这里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一楼 进门右手边在这个角上有两辆轿车 军事博物馆里边都是各种武器 为什么放着两辆轿车呢 因为这两辆车是防弹轿车 是毛主席和朱德的专用轿车 左边这辆车是毛主席的专车 这是一辆苏联产的吉斯110 因为这辆车是手工制作的 所以产量非常少 就相当于英国的劳斯莱斯 新中国成立之前 毛主席是一直没有自己的专车的 1949年第一次阅兵的时候 毛主席乘坐的是 从国民党缴迫的美式吉普车 当时斯大林看到毛主席乘坐 美式吉普车阅兵的照片后 马上批示有关部门 把当时苏联最先进的吉斯轿车 赠送给了毛主席 这辆车车体非常庞大 长是6米 比陆湖蓝胜还要长1米 重达5吨 是陆湖蓝胜的两倍 宽1米96 高是1米73 车厢装有8毫米厚的防弹装甲 车窗是80毫米厚的防弹玻璃 底盘上也装有瘦重的防弹装甲 可以抵挡步兵地雷的冲击 这个车在当时来看是非常好的 但它毕竟不是国产车 自从红旗车出来之后 毛主席就不再坐这个车了 右边这辆车是朱德的专用轿车 是杰克斯洛伐克产的 斯科达防弹轿车 1952年杰克斯洛伐克的总统 把这辆车作为国礼送给了毛主席 后来毛主席又转赠给了朱德 这辆车长是5.7米 宽1米95 高是1米75 重量也达到了4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